歡迎收看我的熊老師 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利用這個例題呢 帶大家從樹狀圖去理解 為什麼可以寫成就是所謂的C級群集 一副撲克牌裡面抽四張 如果說四張同花色的機率會是多少呢 你可以想像如果我們今天要做樹狀圖 我的第一張牌抽出來就會有52個分支 有沒有 因為一副撲克牌有52張 四種不同顏色 每個顏色 每個花色有13張 所以第一張牌就有52個分支 可以嗎 第二張牌有51個 因為第一張牌已經抽掉一張了 所以每一個第一張牌的52個分支 接下來都還會再分岔51條分支 接下來就還會再分岔50條分支 再分岔49條分支 這樣子你抽完四張牌 對不對 那這樣子這個樹狀圖換不完 你就可以了解說為什麼我們今天要有這樣子的公司 因為樹狀圖要處理一個規模比較大的問題的時候 好像沒有辦法做 那這樣是不是這種題目太難不能做呢 卻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一個不需要畫樹狀圖的方式 我們還是可以討論它 可以壓縮它的這個討論所需要的成本 在這之前我們還是先來想像一下 我展開了那個樹狀圖 所以說展開了 那所以我總共 最後總共分支數目 會有這個52乘51乘50乘49 在這麼多條分支裡面 符合四張銅花 銅花色的機率 那舉一個例子就好啦 你可以隨便的說一個 我抽到怎麼樣的牌 是四張銅花色 我就叫學生隨便舉一個 那比如說 紅心2 345 它是這些分支數裡面的其中一個 所以說我抽到 我這四張牌抽出來 剛好依序是 我們就用這個順序好了 紅心5 2 3 4的這個順序的話 它的機率會是多少 那沒有出它的機率會是 我第一張牌要抽到紅心5 52分之1的機率 接著在剩下的51張牌裡面 要抽到紅心2 這個順序抽到這四張 符合所謂的銅花色機率是這樣子 對不對 但是很想 這個很容易想到就是說 那又不一定要是這樣子 對不一定要是這四張嘛 對不對 所以怎麼樣 我們還有什麼可能呢 在你試著 比如說你可能會回答 梅花JQK10對不對 這個在我們去算那個之前 在我們去算那個之前 我們先想一下 我這四張順序可以掉啊 對掉啊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光是這四張 我就可以讓它乘一個四節 所以我的機率就不只有 這個乘這個乘這個乘這個 乘一個分之1而已喔 至少分只有一個 好 四節是24 對不對 24倍 那又不一定是這四張嘛 就算是紅心 我也不一定要是這四張 好 那 如果你剛才沒有乘這個四階 那麼我們可以依照紅心 總共13張牌 依序抽出來的順序的話 那麼我們在這裡可以寫一個 13乘以12乘以11乘以10 也就是說我在13張紅心的牌裡面 抽出四張來 順序可以任意的對調 有這樣子所謂的P13取四種 那如果你像我剛才那樣子 已經先思考過這四張順序可以對調 那你要注意喔 你接下來就不可以再乘這四個了 你要乘的是所謂的C13取四 因為等於說這四個順序對調這件事情 在這裡已經討論了 那你看我這兩個乘起來其實就是這樣子 就是P13取四 所以就是說 你自己要想清楚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機率這一張 要放在排列組合後面 就是說在排列組合那個單元的時候 就訓練大家要分清楚這兩種情況喔 你不能夠說我剛才已經讓他對調了 現在又想說那我第一張抽什麼 第二張抽什麼 抽了又抽四圍有排順序嗎 如果你有看我們排列組的那個單元的話 所以如果你去想說我第一張抽什麼 第二張又抽什麼 你等於有在幫他們排順序 你這個四季就不能成 好 那當然啦 不見得是紅心嘛 所以會有一個 你可以寫一個四就好啦 就是四種發射 調一種 於是我們會看到 產生出來的算式是這樣子 像這樣子的算式 那只要你能夠解釋自己的算式都可以 把這個叫做法一好了 那法一的精神就是 就是樹狀圖 討論他的分支數嘛 討論他樹狀圖裡面的某一支 幾率是多少 然後有幾條分支 符合我們的要求對不對 寫個法二 一個一個挑 一張一張抽啦 第一張可以隨便抽啊 因為你要四張同花色 我隨便抽一張都可以啊 所以你就會看到說 這樣寫也可以啊 你等下對照一下 你就會發現是同一條柿子 那第一張我隨便抽的話 接下來大家跟他抽同一個花色就好了嘛 所以呢 如果第一張抽到紅心 那第二張呢 這個 只能抽紅心啊 所以在五十一張牌裡面剩十二張 在第三張是五十張牌 裡有十一張 然後在 四十九張牌裡有十張 這樣也是討論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兩個數字到底有沒有一樣 那你會發現我這裡 我們剛剛講的 這兩個乘起來是這個嘛 對不對 十三十二十一十 那你的這個四乘十三就是五十二嘛 所以是不是這樣子 那所以說你也可以像這樣子一個一個挑 那一個一個挑的時候要注意一點 就是說 如果你像我一樣說第一張隨便挑 寫一個一的話 那接下來你就不可以再想說 我什麼花色都可以了 因為你的第一張隨便挑 已經包含四種花色了 如果你想要 就是我們想說我什麼花色都可以 會乘一個四嘛 如果你想要乘那個四的話 那你一開始 等於說你就會把你的樹狀圖插出四條線 每一條線都是四分之一 所以你前面這裡會有一個四分之一 然後才又乘以四 合併起來又是一這樣子 所以要注意這一點 那麼接下來就是重頭器 方法三 我們在古典基率這裡 這樣子的這個N-off 我們在排列組合那裡有交 它其實就是在講說這個集合裡面有幾個元素 所以說S是與集合 所有的情況有幾個元素分之 符合你要的條件有幾個元素 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抽撲克牌的時候 會抽出幾種不同的結果 如果從這個角度去想的話 那麼這個答案會是 集合不同的結果 C-52-4 符合條件的要有四張同花色 它會變成是在那四張裡面 然後又要在四個花色裡面挑一個 或者你這裡寫一個C-4-1都一樣 所以這個的式子就會變成這樣子 OK 所以這三種算出來的結果都是一樣的 那這個式子有跟上面一樣嗎 我們先來看一下 52-51-50-49是P-52-4 那上面的話是P-13-4 然後再補前面這個4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按照這個式子這樣寫起來 是長這樣子 那你想說這個跟這個好像不一樣 你不是這個不用C嗎 為什麼用P呢 那其實就是因為我們在分子分母 如果同除4階 那這個除以4階是變C 這個除以4階也剛好會變C 所以這兩個就一樣了 可以嗎 事實上我們在使用這個公式的時候 就你去想說 所有的情況有幾種 跟符合條件的情況有幾種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能夠在心裡 稍微的對這個樹狀圖展開的討論 我們要有能力做 因為其實古典機率有一個使用上的限制 什麼限制呢 就是他在這個N of S 符合條件的情況有幾種裡面 這一些被你列出來的有幾種 假設有60種好了 這60種必須要有一樣的機率 也就是說每一種是60分之1 的情況下 你去數分子有幾種 你才能夠利用這個有幾種分子有幾種 來去代替 來去做為最後的機率的答案 很多時候呢 問題會比較複雜一點 它的分母已經不再具有相同的機率了 那很多學生會露想這一點 所以就是說避免露想的比較好的方式就是 從一開始就懂得怎麼用樹狀圖去想像它 那當你做久了 習慣了會變成這樣子的時候 我們可以只寫這樣 但是你知道為什麼 它要符合哪一些條件 你有去檢查過 有符合說每一條分支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說 每一條分支的機率都是這個 如果你已經知道了 你就可以這樣做 我們再來看第二題 在一副布克牌裡面抽四張 求這個只有兩種數字的機率 那一樣啦 你可以想像我們全部抽開來 那每一條是不是也都是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符合條件的 只有兩種數字的機率 會有什麼 比如說 就2233這樣子 那2233是這麼多分之一嗎 所以符合條件的有幾種 在13個數字裡面選兩個 選了兩個數字之後 這兩個數字是不是總共八張牌 那我是八張牌裡抽四張出來呢 這樣子就會 這個在 就會只有兩種數字 這是不對的喔 這是不對的 為什麼呢 你知道嗎 因為你八張牌裡抽四張出來 你有可能抽到 全部都2 和 也有可能抽到 全部都3嘛 對不對 好 那就是 所以呢我們要扣掉這種情況 這樣就可以了 C8取4 扣2 扣2 要這個四色的2都抽出來 跟四色的3都抽出來 的情況就是我們要的 好 那這個式子 這個答案還是不對喔 那到底 錯在哪裡呢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呢 他錯在 我們在這裡只有數有幾種對不對 對不對 那在我們做這個C8取4的時候 這四張互相是 對調不是唯有差別的吧 我們用C嘛 那 可是我們下面這個52 51 5049 他原本在樹狀圖裡面是 一定對調是有差別的 因為你越對調 你符合條件的分支會越多嘛 所以我們剛剛 原本的這個地方就會成一個4階對不對 所以說你要想清楚這一點喔 你要不然 你就是在上面乘一個4階 要不然你就是會在下面 除掉這4階 所以我們就把分母口 改寫成這個C52取4 那 除此之外 這樣這個答案是對的 這個答案是對的 除此之外呢 他的分支還可以寫 另外用另一種方式寫 我們剛才說啦 我們 這個 8張牌裡面挑4張出來 會有拿到 4張都是2或4張都是3的嘛 所以我們扣2吧 那我也可以不要用扣2的 我可以用列的 所以我們 分子的部分 我們可以換另外一個方式寫 就是在這個 C13取2 選出了 兩個數字之後呢 那接著呢 有可能 這兩個數字的呈現是 兩張兩張的 各兩張 也有可能是三張一張的 如果是兩張兩張的話 就是 C4取2 乘C4取2 那如果是三張一張的呢 就會是 C4取3 和C4取1 但是在這裡你要注意 這個 我們寫 C4取3 跟C4取1之後 你還要再乘一個2 為什麼呢 因為到底 2跟3 誰是三張的 誰是兩張的 這又會有不一樣 我們可以算一下這邊 C4取2是6 乘C4取2也是6 那6乘6 6乘6加上 4乘4乘2 對不對 所以是 36加 32 所以是68 那這邊呢 C8取4的話是 8765除以4接 如果你這個部分 沒有辦法很快的 列出正確的市值 你要回去 那個學排列組合 那這裡24會跟他約掉 剩2 是70 所以70-2也是 68 所以沒有錯 這兩個分子都是 C13取2乘 68 這樣子這是第二題 那你說我可不可以 用一個一個挑的 當然也可以 所以我如果一張一張 抽第一張 那當然什麼都可以 對不對 第二張 第三張 第四張 第一張什麼都可以 是1 第二張在抽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 它要有兩種數字 對不對 所以我 第二張好像也是 什麼都可以 對不對 那什麼都可以 你也可以寫個1 所謂的51分之51 所以剩下51張裡面 隨便抽 因為反正我也可以抽 第二個數字出來 可是呢 可是呢 這麼一來 它會影響到你第三張 第二張到底有沒有抽 跟第一張一樣的 就要怎麼樣 還記得嗎 如果你有看我們前面 教排列組合的時候 要分拆啊 當排列組合的課程沒有提到 我在介紹這樣的知識的時候 我喜歡用分拆的角度去說明它 而不是條列 因為很多人一開始不確定自己 該條列成怎麼樣 它會卡在那邊 但是我們想到想到 當你發現影響 我這邊的選擇 會影響後面選項 到底該成多少 如果怎麼樣 我要成多少 如果怎麼樣我就變成 成另一個數字的話 你的這個就要分拆 它從原本合起來是51分之51 會拆成兩條線 可以嗎 但因為一張 假如說10號牌被抽走一張了 對不對 所以它跟它一樣的剩下三張 可以嗎 51分之3 跟它不一樣的就還有 剩下都可以 對不對 所以是48 52張牌 扣這個扣這個 或者說51扣3 剩48 如果這個跟它一樣 到了第三個 沒有錯 因為我們還要 會有第四個 所以第三個 你還要再分拆 就是說 那我又繼續 還是抽這一個 是50分之2 還是其實我已經 抽另外一個了 那抽另外一張牌有幾種 還是48種都可以 那你會發現這裡 48跟3合起來 51 48跟2合起來是50 它這裡一定合起來 會是原本的1 因為當你 第二個數字 沒有被抽出來的時候 其實你這裡抽什麼 都可以的 所以本來這裡的機率 是1 但是因為它會影響後項 所以我們要把它 就是分拆開來 我們先討論完這邊 再寫下面這條線 如果我抽抽抽都抽10號牌 最後我就不能再抽10號牌了 所以我最後這個 剩下49分之48 但是你就是除了 剩下那張10號 其他都可以抽 那如果我在這裡 已經抽出第二個數字 這裡會剩下 什麼呢 就是說 10號白配抽了兩個 剩兩個 然後 這個數字 假如說5號 被抽掉一個剩3個 所以這裡還有5張牌可以抽 假如我在第二步 就把5號抽出來 就是10號然後 第二個號 假設是5號 那我們剛剛就有說 這樣子的情況下 這裡呢 你就變成 就是剩這兩個可以抽 它就會是50分之 各掃一張牌 剩6張 原本一個花色4張 兩個花色8張 各抽掉一張 再來就剩下 49分之5 對不對 那我們這樣子血彩到底是多少 它的分母都是515049 然後它的分子會是3乘2乘48 3乘48乘5 所以我們總共有3乘48乘2又乘5 加上48乘6乘5 好那我們換一個比較開闊的位置寫 這個 這裡算起來分子是多少呢 所以這個是48乘以多少 乘以3再乘以7 這是48乘以3再乘以10 所以我們總共其實有48乘以3再乘以17 然後下面是51 50 50 49 其中的3乘以17會剛好跟51 約掉 所以最後我們的答案是50乘49分之18 或者你可以說25乘49分之24 那這個是1225 那這個是1225 1225 那這個是 OK 這跟我們剛才算的有一樣嗎 我們剛剛算這樣子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我們原本算的 C13取2是13乘12乘2 然後C8取4-2 我們剛剛講的這裡68 分母是C52取4 分母的分母呢 這是4結不是41 分母的分母呢 其實在分子 然後這個在分母 所以我們把它重新寫在右邊 是13乘12乘68乘24 4結是24 然後52 51 5049 跟2 可以嗎 然後呢 13跟52 約13 然後這裡就會有4 那4跟24 約4 所以這就沒有了 這剩6 可以嗎 6和2 約掉剩3 然後3跟51 約掉剩17 17跟68可以約 約掉剩4 所以最後你的分子就剩下48 分母就剩下50乘49 所以他算出來就是一樣 這個答案 那麼呢 我們把這個法二寫上去 你可以等一下按個暫停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式子 好的 那這就是剛才那個方法二的算式 你可以按個暫停看一下 那我們來看第三種情況說 這個抽一副不克牌4張 結果4張連號的機率 那你可以按個暫停自己試著寫看 所以我們如果一樣用這個總共有幾種 那分母是C52取4 那學生很快就會學會像這樣子的公式的使用 比樹狀圖通常會更常看到學生在用 因為他們就是喜歡簡短的公式 其實我都希望你們可以討論得更複雜一點 即便是笨方法 但是沒有關係 反正它是對的 但是你要懂為什麼啦 在這種情況下 4張連號 4張連號 那有幾種機率 4張連號就是 1 2 3 4 2 3 4 5 3 4 5 6 這樣子吧 如果你鎖定滑射的話 其實從1 開始 那就是1 2 3 4 從2開始就是2 3 4 5 所以我們就說最小的有可能是1 可能是2 3 4 5 6 7 8 9 到10 J Q K 也算連號 也算連號 如果學生有疑慮可以問 但通常就是這樣算連號 所以到10 J Q K 也算連號 所以總共有10種 每個花色有10種 有4個花色 欸 他沒有要 他沒有要 那個4個 他沒有要銅花 所以當你決定好數字之後 其實你這4張的花色可以隨意挑呢 對不對 那所以變成說 我們的花色的部分是4的4次 因為我的花色可以隨意挑 我銅花沒有銅花都可以這樣子 那我們把這個答案寫上去 這樣可以嗎 那看這裡 如果說4張的花色和數字都不相同的話 這樣子機率會是多少 好 那我們在這裡可以用像剛才這樣子 我們這裡寫 方法1 我們用這樣子的算法 下面是C52取4 注意只要你用C52取4 你的先後順序就不在乎了 那 這個上面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說呢 就是你4個花色會全用上 各出一個 這就是符合條件的這個 4張花色數字都不一樣 然後他就會是 注意喔 我這裡呢 如果你按照這個順序抽的話 我這個地方要寫P P52取4這樣子 所以我等一下數字先後就不對調了 因為我這個寫C52的話我就不對調它 那所以不看這個先後對調的這件事情 我還有幾倍的這個可能 我數字的部分可以有13個取4個 然後我符號的部分就全部都要上嘛 對不對 那這裡有一個小小的關鍵喔 我們雖然在這裡不對調它了 那是先後順序上的不對調 可是4個花色仍然配對到這4個數字 還是有一個配對在裡面的 可以嗎 所以我們還是會乘上4階 所以答案是這樣子啦 那就是說如果我剛才的分母呢 是有考慮順序的 我寫52、51 50、49的話 我的分值就會寫13、12、11、10 這樣是有考慮順序的喔 然後還會再有一個4階 這個4階是來自於花色跟數字的配對 而不是來自於順序 因為順序已經在這裡呈現了 那你花色不需要又對順序又對 就是這個花色 不需要又去對順序又去對數字 因為配對給順序只需要配一次而已 也只能配一次 所以這是這題的答案 那我們也可以一個一個籌的啦 所以方法二 第一張隨便籌之後 那第二張開始呢 你可以想像我這裡有一個表格 這裡有1、2、3到13 這裡有A、B、C、D 表示黑桃、紅鑽、紅鑽、梅花 那我隨便選一個 紅鑽2之後呢 因為要抽不同花式和不同數字 所以他的這一行和這一列就槓掉了 原本是4乘以13、52格 拿掉一行拿掉一列 在行數剩下3 在值的剩下12 因為這一個拿掉了 所以他的分母會變成符合條件的剩下3乘以12 36 也就是說在剩下的51張裡面 只有36張是我要的了 那於是我又挑到一個 比如說那個 紅鑽3 在下一個的時候 因為又不能跟前面同花色 同數字 又槓了一條 這個我們剛剛說這個是3乘12 接下來會變成是2乘11 所以這是22 那最後變成1乘10 就是只剩下一個花色 比如說我又槓掉這樣子 只剩下一個花色 而且有3張已經不能要了 所以剩下49分之10 那這兩個算出來是一樣的 這個4接是6乘4 其中的4跟13會跟52約掉 然後這個6拆成3給他2給他 就會得到36和22和4 然後51、54、49 可以嗎 所以這個是第四題 好可以的話按個暫停自己看一下 那我們今天上到這裡